11月6日中午12点34分 发生在无极定义一家咖啡店前的阿龙当街被砍死命案 警方在案发当晚先逮捕6名嫌犯归案 并在昨晚追击其余4名华裔男子 最后总共逮捕12人归案 警方在今天下午1点30分 押送其中一名嫌犯前往巴生两个地点寻找干案凶器 现在我们就重返现场 根据警方透露 第一地点位于圣桃沙花园本达哈拉55A路旁的非法垃圾堆 第二地点则是嫌犯从疙瘩桥上将凶器丢弃到桥下 被警方押往现场的华裔嫌犯 身穿一身白色背心和灰色短裤 双手被反抠 双手被という给我 双手被靖砣伏 善段握 好的